那時候,黑貓攤走進來,就快上完科了, 鱷魚頭立刻起床,好,準備開始。 下午3點15分, 警察起床,甲板上人都站在岸邊觀看香港海岸的景物, 牛仔和蝦球兩個人,蹦在船頭的欄杆邊, 他們一直看周圍的海景, 牛仔問,鱷魚頭,你上岸找不到人嗎? 真是壞,一個都找不到,我媽媽送我爸爸回鄉,還未出來, 去灣仔找陸姑,裡面又不肯開門,說這個人不在。 鱷魚頭,你知不知道他叫不在? 不知道,不在不就是出街地回來。 鱷魚頭,鱷魚頭,鱷魚頭,你也不肯用心想想, 不在就是死了,死得這麼快。 鱷魚頭很感慨, 人死了就像扔了一隻死老鼠一樣, 沒人再提起他了, 除非是他的兒女。 你猜,陸姑有沒有兒女在鄉下? 如果他有兒女在鄉下, 他一死,那兒子全部變成孤兒。 我也不知道我媽媽怎麼死, 我連他的樣子都沒見過,那時候我實在太小了。 鱷魚頭摸了眼, 牛仔,有點悶悶不樂, 大家就沒有再出聲。 猜艦寫出西環海面, 經過大交椅,向西南亞海峽前進。 香港掉在猜艦的後面。 鱷魚頭對牛仔說, 你知道嗎? 他們通通發財了。 你說誰發財? 全南那麼多人, 除了我和你, 其他個個都發財。 真的嗎? 什麼不真的? 他們組織了四個大公司, 買了整船的洋貨運到海南島去買, 只是煙仔而已, 足足二百八十幾大箱, 一面運軍火在海南島打仗, 一面用軍艦做生意, 這個算盤打得多好啊! 牛仔是笑的。 喀求哥, 你買了兩條幸運牌香煙, 去海口賣了, 豈不是賺大錢嗎? 我這兩條煙不賣的, 不賣? 那不如拆開來吃吧! 我們雖然沒有錢做生意, 我們由朝到晚吃煙仔, 沖一下闊腦也好啊! 自己有煙怎麼那麼闊腦啊? 還不闊腦啊? 你不記得我們在香港的時候, 跟人家搶煙頭還跟人家打架啊! 我們今天比以前沒習慣吃, 睡馬老人好一點的, 牛仔就說, 啊! 如果說駕駛, 洪先生就比我們駕駛得多啊! 蝦頭就說, 馬尊元給洪先生駕駛, 馬尊元的老闆呢? 又給馬尊元駕駛! 對了, 蝦頭哥, 他們哪有這麼多錢呢? 你以為他們會點石成金嗎? 還不在我們老百姓身上來摸? 牛仔想想想又問, 啊! 你說這隻船哪個最有本事呢? 嗯, 我看啊, 偷騙拐騙, 洪先生最有本事! 不是啊, 是嗎? 你怎麼知道啊? 我都入過他的房間了, 他拿書來做枕頭的啊! 哎呀, 用書來做枕頭一定知道很多字的啊! 不是啊, 他還會唱歌啊! 我看見他, 對著一本歌書在那裡唱啊! 我問他這是什麼書來的啊! 他說, 豆芽上樓梯啊! 一會大副換回來, 我們請他講故事啊! 好, 四點正, 晚飯的零聲響了, 蝦球, 牛仔, 馬上走到南蔣室, 魏經理, 黑貓丹, 大副, 機輪長和護嵐的排長都先後進來了, 蝦球和牛仔幫他們裝飯, 他們等鱷魚頭就位, 一起坐下吃飯, 牛仔和大副添飯, 大副好客氣, 說聲, 麻煩, 蝦球下米和黑貓丹添飯, 黑貓丹更乾脆, 其實是, 黑貓丹不用你了, 我自己裝得了, 鱷魚頭吃了半碗飯, 將碗放到桌面, 用筷子向左右一滑, 諸位, 慢請, 慢請, 牛仔快點走過去倒茶, 散席以後, 他們幫了廚藝, 把東西撿拾, 在廚房門口蹲在那裡吃飯, 然後, 蝦頭在袋上掃出餅朱古力出來, 我差點忘記了這塊朱古力, 我寫一本, 扭一本給大副, 我們請他講故事, 於是, 兩個人走進大副的房間, 大副躺在床上, 頭枕在他們用書搭成的枕頭上, 左手捧著一本歌書, 剛剛遮蓋他的臉, 右手在空中畫圓圈, 他在唱一首蝦頭和牛仔都不懂的歌, 怒吵罷, 黃河, 怒吵罷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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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楊子剛在怒吵, 朱剛在怒吵,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發出戰鬥的怒吵, 大副放入一本歌書, 看見蝦球和牛仔兩個人站在門口, 小孩子, 進來搜, 牛仔進去, 將朱古力遞給大副, 龍先生, 吃糖, 大副微微笑, 接過來, 將朱古力分成三塊, 將一塊入牛仔的嘴, 分一塊給蝦球, 剩下一個月, 放在自己手掌心一拍, 那顆糖就跳到自己的嘴上, 引到牛仔和蝦球笑起來, 大副就問他們, 你們喜歡唱歌嗎? 我不懂, 牛仔會唱一首山歌, 不過人家一唱一轉頭, 他就沒有本事回應回去, 這樣就不奇怪, 山歌多數是情歌, 談情說愛, 牛仔還要等幾年, 杜先生, 你剛才唱的什麼歌? 大副就裝一副怪樣, 我剛才唱的, 是一首諷刺歌, 是諷刺我自己的, 蝦球順手撿那本歌寶來看, 原來是一本黃河大俠唱, 他翻到幾頁, 上面好像豆芽上樓梯一樣, 不過有些簡譜, 他還看懂得得那麼多, 他笑著對大副說, 龍先生, 你騙我, 什麼諷刺歌, 你唱的是怒哮罷黃河, 是不是? 是, 他拍阿蝦球的肩膀, 蝦頭, 你真是凌理, 我一講穿, 你就明白, 這首歌, 是諷刺我自己的, 蝦球說, 為什麼? 啊, 我是這隻警察的大虎, 我將警察開到海南島, 警察的軍火, 是運去被人打內戰, 我同時和同事合股做生意, 將美國貨師運到海南賺錢, 做了這些事情, 又躲在警察的角落雪唱, 怒哮罷黃河, 怒哮罷珠江, 越唱越慘愧, 弟弟, 嘿嘿, 你們聽不聽得明白我的意思? 啊, 我看這些男子, 從來沒有跟別人聊過天, 蝦球聽得半懂不懂, 牛仔更莫名其妙, 龍先生, 我想請你講故事給我們聽, 蝦球又回答一把嘴, 龍先生, 你房間床頭床尾都是書, 那裡一定有很多好聽的故事, 啊, 講故事可以, 但要每人講一個, 如果你們沒有什麼故事講, 就講自己,好嗎? 蝦球牛仔都答應了, 大副點了口煙, 慢慢地講, 從前有一個青年人, 他夢想做一個航海家, 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服務, 他高中畢業, 就考入海軍學校, 選讀基倫科, 在四川萬縣的地方住了四年, 基倫科的課程差不多學完了, 但是, 同時他看穿了海軍貪污附化, 這個人那時候還有那麼多良心, 他不肯跟著你一起附化下去, 於是, 他不肯接受委派的命令, 走到重慶去學音樂, 他年輕的時候很愛好音樂, 當時他想, 不能我做航海家替新中國服務, 那就用音樂來為人民服務吧, 我去唱出人民的苦難, 人民的歡樂, 人民的希望, 怎知抗戰結束了, 他回到廣州來, 廣州不單止不讓他自由唱歌, 連飯都沒得吃, 他忍不住肚餓, 於是就到船舶管理所去報名, 登記後勇, 沒多久, 上面就派他到艦上來把河, 這個人現在只是駕駛如一隻警艦, 開到海南島, 這個警艦運你什麼呢? 運你做什麼呢? 一清二楚, 哈哈哈哈, 講完, 他放聲大笑, 他聽見大副說自己的故事, 越講越興奮, 好像喝醉酒一樣, 他就問, 龍先生, 你今晚喝醉酒嗎? 大副登大商壓, 誰說我喝醉酒? 你以為我講的通通是廢話嗎? 我一年到頭都和那些文彈講完廢話, 剛才和你們講的才是我的真心話, 現在我的走意都沒有, 非常清醒, 我對小朋友從來不講假話, 剛才我講的是我自己的故事, 現在輪到你們咯, 講完的, 我檢促了第二口言, 蝦球牛仔兩個人講的故事, 沒什麼文怒, 東拉一句,西扯一句, 大副細心在這裡聽, 他們兩個人足足講了整個鐘頭, 他們講完, 大副很有感觸地講, 小兄弟, 聽了你們的故事, 我真是慚愧萬分, 你們的生活不能夠講是沒有理想, 牛仔, 你要學劍, 學劍也不是壞事, 只學來打抱不平, 去保護老百姓, 和尚不肯教,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, 他們只是在神道運飯吃, 蝦球你要投遊擊隊, 投遊擊隊很極, 當然, 你的想法還有些模糊, 不過, 不管你的思想怎麼模糊不清, 這些有什麼重要呢? 你們一想要學劍, 馬上去羅浮山, 一想要去投遊擊隊, 馬上就爬過獅子山, 踏破鐵鞋地找遊擊隊, 一點都不猶疑, 一點都不把前途的困難放在心上, 你們比我厲害得多了, 唉呀,我真是慚愧, 我只以為讀破藏書, 整天在想呀想呀想, 自己以為想通, 以為有理想, 唉呀, 你竟然躲在走私, 握著唱怒敲罷王河, 敢來陶醉自己, 欺騙自己。 講到這裏, 大副又點了後宴, 對著面前兩個燈大眼睛的小孩, 你們追隨紅軍是無知, 我追隨的就是無恥, 因為我早已看穿他的狼心狗肺, 他是統治階級的忠實走狗, 是我們的敵人, 你們將來總有一天會看透他, 絕對不會像我今天那樣, 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去巴結他, 一定的,一定的, 我相信你們總有一天會離開他, 甚至, 甚至會收拾他。 大副的說話, 好像瀑布那樣傾射出來, 他覺得已經找到講知心話的人了, 雖然, 他們不一定句句都聽得懂, 但是, 只要能夠將心事講出來, 就不管他們懂得多了。 蝦球和牛仔很興奮, 亦都很快活, 他們雖然不是完全聽明白, 但是他們看出, 大副心腸是好的, 尤其是感激大副那種平等對待他們的態度, 他們不捨得走開, 那時候, 南外海天相接, 一望無銀, 遊言方面, 遠遠露出一線大嶼山的海岸線, 空中有一團團奇形怪狀的烏雲, 好像千百匹進馬, 準備奔騰飛躍的姿態, 氣候操緩, 預告著風雨的來臨, 突然間, 機輪長滿面由始, 方方塞塞地蹤進來, 老龍啊, 糟了, 糟了, 機器部倉底漏水了, 什麼啊, 快點塞住, 已經在這裡堵塞了, 但是漏洞很多, 塞得那邊這邊就入水了, 附載太重, 海水和槍枝子彈貨物的壓力太大, 上下夾擊, 那艙板有狗, 抵受不住, 怎麼辦啊, 怎麼辦啊, 遲些就搞不定了, 現在最好就是把貨物完全倒入海, 這樣才有辦法得狗, 大副聽了機輪長的說話, 即刻衝出房門, 走到機器間, 機輪長欺求牛仔跟著他後面, 機器間的倉底到處都是積水, 大家拼命在那裡堵塞漏洞, 大副看看, 流水的地方是十幾塊那麼多, 而且洞都很大, 塞都塞不住, 這隻艦又不是自動倒閣海水的新型軍艦, 倉底破漏, 又超載, 搶救很困難, 大副對機輪長說, 你跟著上艦長室, 蝦球和牛仔又跟著他們後面, 走上鱷魚頭的寢室, 那時候, 鱷魚頭, 毅經理, 黑貓丹, 三個人在那裡聊天, 聊得慶高采烈, 看見他們那種慌張的樣子, 那我覺得事情不妙, 大副滿頭大汗地向鱷魚頭報告, 艦長, 我警告過你了, 你明知故犯, 現在果然出毛病, 你是警察, 經不住外面的壓力, 倉底已經開始入水了, 你是男長, 你應該當機立轉, 馬上落命令將所有的槍枝子彈, 和全部貨物通通拋下海, 這是唯一自救的辦法, 鱷魚頭一聽到, 整個跳起來, 那怎麼可以啊, 那怎麼可以啊, 軍火都能掉下海, 我有幾個頭殼啊, 毅經理就更加著急, 他搖著大夫的肩膀, 大夫啊大夫, 你不要說來嚇我啊, 大家都是有老婆子女的嘛, 你收下心, 立即行啊, 我這一百幾十萬的貨物, 是我毅家親親悉悉一生的血汗, 男長自己都放下了十幾萬的嘛, 還有你們大家伙計, 都夾了股買了貨的, 怎麼能夠通通拋下海啊, 大夫, 紀輪長, 我求你, 你想想辦法, 想想辦法, 我打賞你們兩個人五千元港幣茶錢, 求你想想辦法, 想想辦法啊, 鱷魚頭就拉著鱷魚頭的手, 怎麼辦啊, 怎麼辦啊, 船沉怎麼辦啊, 我不懂游泳的洪先生, 我不懂游泳, 怎麼會這樣實淹死, 怎麼會這樣實死, 鱷魚頭一併一余手, 衝出艦長室, 大家就跟著他, 他一直走到機器間, 倉底的海水已經漲到成呎高, 還在繼續湧進來, 堵塞的努力等於徒勞了, 鱷魚頭走回上船艦, 拉大夫上司陀室, 他就問大夫, 你看是不是真的沒得救啊, 使用香港行不行啊, 或者開動快車, 洗到北邊的岸邊, 你反出主意啊, 大夫就發火了, 你說你當什麼艦長啊, 我要你落命令, 將槍彈貨物丟到海, 你又不同意, 我告訴你啊, 我們這隻警察, 注定沒得救的啦, 我, 你頭一發脾氣, 我就讓我讓警察沉了他, 我就不甘願將貨物扔到海, 我還要留一條命, 你回到我會和艦共存亡啊, 既然沒得救, 我放三把離開艦, 我親眼看著他沉了他, 南上的人開始騷動, 他們湧上司陀室, 來聽受紅藍長的命令, 片片的藍長有十足的外行, 船艦臨難的藍長任務, 他根本是一跳不通, 全藍的靈魂, 竟然是一個駭鬥走私, 爆倉發了財的, 不獲無術的大騙子, 大流亡, 他為何要將成員門燈彼岸呢? 大副對他已經完全絕望, 這次讀破了藏書, 最深音樂, 夢想做航海家的知識青年, 突然發生牛頸, 他對鱷魚頭說, 有幾支手槍, 快點幾支我, 我要盡最大的努力, 鱷魚頭之下, 拿了一支左鱗手槍遞給大副, 大副接過手槍, 上竹子彈, 他就吩咐義父, 向右轉四十五道, 直向大嶼山, 全速, 講完他就下來, 站一梯口, 向士兵下命令, 大家聽完, 聽完, 我們的警察流水了, 大家聽我的命令, 夾將所有的貨物槍彈, 盡量吊進海, 大家不要幫忙, 我們有得救的, 誰敢反抗我命令, 我當場槍敵他, 蝦球叫牛仔, 來來來, 快點來幫忙, 在大副的親身監督下, 減輕負載的努力開始, 一箱箱貨物吊進海, 蝦球吊了他的幸運牌香煙, 留一件花布衣料, 扎在自己腰圍裡, 當作褲帶, 牛仔呢, 好像發奸一樣, 拋扎各種貨物, 甲板上, 大家都亂了大龍, 機器街的人被海水浸到胸口, 簡直不能夠工作, 他們就湧上來, 大副最後看了一次機器街, 他知道完全沒有希望, 他走上來找了蝦球和牛仔兩個, 小孩, 你跟我來, 我放你下山板, 龍先生, 那你呢? 你放心, 我會游水, 他們去了南美才發覺, 原來山板已經被鱷魚頭放下海, 洗了開去, 山板上坐著鱷魚頭, 毅經理, 黑貓丹三個人, 大副就罵了, 這個可恥的家夥, 林鎮逃亡, 龍先生, 不要緊, 我們會游水, 大副照舊監督所有的人員, 繼續拋窄貨物, 減輕再重, 他企圖全速開向大瑜伽, 救回船艦成員的生命, 但是, 他沒有辦法估計, 究竟他還有幾多分鐘的機會, 他又將蝦球, 牛仔, 帶上司陀室, 拿了個救生圈交給他們, 先救小孩, 這是我們的規矩, 你們的生命給我們的寶貴, 你出力抱著水埠, 警察就要沉了, 你們記住, 向北面海岸游過去, 龍先生, 那你呢? 不用理我了, 我要最後一個離開這隻艦, 控中的烏魂卷過來, 路敲的狂風, 在奔騰, 威嚇著這隻碎死的警察, 巨浪撞擊著艦員, 增加了艦身的動盪。